美國大選雖然表定十一月五號投票 不過各州都有提早投票機制 選前倒數不到一週 根據相關單位統計 已經有超過五千萬人投票完成 川普和賀錦麗都不斷的提醒支持者 要趕快出來投票 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設立 像這樣的提早投票中心 也就是他們的投票所 而在投票所外面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會設立像這樣的志工 在志工上面會放有非常多的宣傳品 而和臺灣很不一樣的 就是在投票所外面拿到的宣傳品 在這邊的選民 都可以帶進去投票所裡面 甚至是按照上面的指示來投票 會有支持者提早投票 就是雙方陣營都怕對方出奧搏 尤其是川普在2020年 拜下陣來連任失敗 至今都認為拜登利用疫情期間 大量的郵寄選票做手腳 再加上美國投票監管機制不夠嚴謹 爭議選票層出不窮 沒有證明證明 如果你也有有證明證明 你也不必須證明 你會證明他們會證明 所以有人可以罵 我證明 他們會證明 你看 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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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證明 你不需要證明 在這個宣傳人員 你不需要證明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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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名字 你正確 你 真正的 真正的 如果他們有一個人 身體 如果有些人死亡 但仍然是在那些人的票 list 有人可以拿到那些票票 去那些票票 我們工作很努力 我們工作兩、三個 jobs 去做這個 他們真的不在意 他們沒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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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們想 我們想要解釋 我們想要解釋 他想要解釋 我沒有解釋 但我感到很強 那 Kamala Harris 會贏 我認為 投票所前 雙方志工壁壘分明 根據目前已經投票的數據顯示 提前投票人數比起二零二零年大幅增加 尤其是共和黨選民態度積極 再加上選籤關鍵時刻 即將卸任的拜登再度施言 讓賀錦麗的選情備受考驗 白宮即將換主任 不爭取連任的拜登 到底是神隊友還是豬隊友呢 兩天前他的談話 把川普的支持者說成是垃圾引發 渲染大波也給了川普大做文章的好機會 三地新聞 彭岸王偉煌 美國華府報導